BOSS撒谈 经济有料 老家常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最近金融监管总局出台的一个重磅政策 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已就换新 表面上看 这是要促进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 但是BOSS我掐指一算 这背后啊 恐怕隐藏住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 看看这个政策到底是救命稻草 还是掩耳盗铃 别急 听BOSS我慢慢到来 首先 咱们先来看看官方是怎么说的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网站 2024年9月14日的消息 金融监管总局办公厅近日印发了 关于促进非银行金融机构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就换新行动的通知 这个通知说了什么呢 通知强调 要引导非银机构 更好发挥差异化 专业化 特色化金融功能 全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就换新取得积极成效 这听起来很不错 是不是非银机构各显神通 齐心协力推动经济发展 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知鼓励非银机构 根据自身专业特色和资源秉赋 聚焦产业 高质量发展 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领域 支持前瞻性 针对性 自主性技术创新 赋能助力 发展新制生产力 不断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能力和水平 哇 这一大串观话 说的可真是冠冕堂皇啊 通知还列出了一系列具体支持措施 比如 支持金融租赁公司 发挥自身资源秉赋 更好满足企业设备 更新现实需求 支持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发挥对集团客户的融资服务 鼓励消费金融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 提供相关消费信贷和汽车金融服务 鼓励适当降低汽车贷款首付比例 合理确定汽车贷款期限 信贷额度 降低汽车消费门槛等 丰富汽车金融产品供给 看起来 官方是想方设法要刺激消费和投资啊 但是 这背后到底隐藏住什么问题呢 让BOSS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翻译一下 官方这番话的意思就是现在经济不行了 消费疲软 企业投资意愿低迷 得想办法刺激大家花钱 飞银机构呢 就是银行以外的那些金融机构 比如租赁公司 消费金融公司等等 官方这是想让这些机构也来放贷 给企业和个人提供资金 让他们去买新设备 换新车 买新家电等等 表面上看 这似乎是个不错的办法 但BOSS我不得不提醒大家 这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可不小啊 官方 卫士模要推出已就换新 还不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花钱了 卫士模不愿意花钱 还不是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大 收入预期下降 大家对未来莫信心 看看最新的数据吧 2023年 中国GDP增速只有3% 创下近几十年来的新低 居民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下降 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谁还有心思花钱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仅为3.2% 而2019年 这个数字还高达5.8% 消费者信心指数 也从2019年的124.6点 下降到2023年的101.2点 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 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紧 消费意愿越来越低 不仅仅是老百姓不愿意花钱 企业也不愿意投资了 为食膜 还不是因为经济环境不好 市场需求不足 投资回报率下降 很多企业都在乐警库腰带过日子 哪里还有钱去更新设备 设备更新换代缓慢 直接影响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导致中国经济竞争力下降 你想想 如果我们的工厂还在用十几年前的老设备 怎么能跟那些用先进设备的国家竞争 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报告 2023年 中国制造业设备更新 投资增速仅为1.2% 远低于2019年的6.8% 这意味着很多企业都在延迟设备 更新计划 对未来发展 缺乏信心 官方鼓励非银机构放贷 说白了就是想放水刺激经济 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 已经明显放缓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 中央政府也磨多少钱了 在这种情况下 只能通过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 但是放水的副作用也很大 它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 导致资产泡沫 甚至引发金融风险 想想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不就是因为过度放水导致的吗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 2023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仅为1.5% 而2019年 这个数字还高达3.8%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经突破40万亿元 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入不敷出 举债度日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不得不依赖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 但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已就换新 只是一个短期刺激政策 它并不能解决 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要想真正提振经济 还得从根本上入手 比如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改善营商环境等等 然而 这些深层次改革 往往涉及利益调整 阻力巨大 相比之下 已就换新这样的短期政策 更容易推行 但它的效果也是短暂的 一旦政策刺激力度减弱 经济很可能会再次陷入困境 鼓励非银机构放贷 虽然能在短期内 刺激消费和投资 但也可能导致金融风险积累 如果贷款质量不佳 未来可能会出现大规模坏账 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压力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数据 2023年 沐上亿银行不良贷款率 已经达到1.82% 比2019年末上升了0.46个百分点 如果再大规模放贷 这个数字可能会进一步攀升 通过已就换新刺激消费和投资 可能会导致一些行业 产能过剩问题加剧 比如 如果大量企业在政策刺激下更新设备 但市场需求并没有相应增长 那么就可能出现新的产能过剩 中国已经在钢铁 水泥等行业经历过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和企业亏损 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大规模放水可能会推高通货膨胀率 虽然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还处于较低水平 但如果货币供应过快增长 很可能会导致物价上涨 侵蚀老百姓的购买力 2023年中国的CPI同比上涨2.1% 看似不高 但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 已经让许多家庭感受到了压力 如果通胀进一步加剧 将会给民生带来更大影响 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贷款进行设备更新和消费品更换 无疑会增加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这种做法无异于引阵止渴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总债务与GDP之比 已经从2019年的245.4% 上升到2023年的280.1% 继续推高债务水平 无疑是在未未来埋下隐患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内需不足 这次政策虽然试图刺激消费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4.8% 虽然比2019年的57.8%有所下降 但仍然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 这说明中国的内需仍然不足 经济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中国正面临产业升级的巨大挑战 一方面 传统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加剧的压力 另一方面 高科技产业又受到国际技术封锁的限制 单纯依靠设备更新 难以解决这一难题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 尽管中国政府投入巨资支持 但在高端芯片领域仍然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 2023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3500亿美元 反映出产业升级的艰难 中国正面离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 老年人口比例上升 不仅加重了社会保障负担 也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 已就换新政策难以应对这一长期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达14.9% 比2019年上升了2.4个百分点 预计到2050年 这一比例将超过30% 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都将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的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 单一的已就换新政策难以缩小这种差距 2023年中国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地区的2.1倍 这个差距比2019年还要大 如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仍然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 已就换新政策可能会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和投资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在汽车 家电等行业可能会出现一波销售热潮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测 2024年汽车销量有望增长5%左右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可能增长20%以上 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刺激政策 鼓励设备更新可能会推动一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提高生产效率 特别是在一些传统制造业领域 可能会加速智能化 自动化改造 工信部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应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比例达到26% 比2019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 如果已就换新政策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 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 鼓励更换老旧设备和消费品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环保效益 新设备通常能效更高 排放更低 特别是在汽车行业 推广新能源车型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 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数据 2023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比2019年下降了15.3% 如果已就换新政策能够加速淘汰高耗能 高排放的老旧设备 这个数字有望进一步改善 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特别是在生产 销售 售后服务等环节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用功需求增长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 这种就业代动效应可能是短期的 而且很可能会被自动化和智能化带来的 就业替代效应所抵消 根据麦肯锡的研究 到2030年 中国可能有多达二一工作岗位会受到自动化的影响 依旧换新政策的刺激效果可能难以持续 一旦政策红利消退 市场可能会迅速回落 我们在过去已经多次看到类似的情况 比如2009年的家电下乡政策 虽然短期内刺激了消费 但也透支了未来的需求 政策虽然可能会刺激一些行业的需求 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相反 如果刺激力度过大 反而可能会有发新的产能扩张 加剧产能过剩 中国已经在钢铁 水泥 光伏等行业 经历过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2023年 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6% 远低于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 已就换新政策可能会加剧收入差距 有能力更换高端设备和消费品的 往往是高收入群体 而低收入群体可能难以享受到政策红利 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皮肤差距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3年中国的机密系数为0.465 比2019年的0.465越有上升 如果政策设计不当 可能会进一步推高这个数字 面对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全球产业链重购等外部挑战 已就换新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还需要在科技创新 制度改革等方面下大力气 面对当前的经济困境 BOSS我认为 政府应该少搞一些面子工程 多做一些理字工程 与其花大价钱搞已就换新 不如把钱用在改善民生 发展教育 科技创新等方面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破除阻碍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比如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 保护产权 鼓励公平竞争 为民引起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世界银行2023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 中国在190个经济体中 排名第31位 虽然比2019年的第46位有所进步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国际技术封锁 中国必须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提高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能力 特别是在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 需要加大研发 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 2023年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二与地经费与GDP之比 达到2.55% 比2019年的2.23%有所提升 但与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差距 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 缩小这个差距 中国需要加快产业 升级步伐 推动经济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要大力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 提高制造业的智能化 信息化水平 同时淘汰落后产能 根据工信部的数据 2023年 中国高级数制造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为15.5% 比2019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 但这个比例仍然偏低 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中国需要更加重视 人力资本投资 要大力发展教育 提高劳动力组织 同时完善养老 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 为经济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和制度保障 2023年 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3年 比2019年的9.9年有所提升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大教育投入 提高劳动力素质 要继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缩小动西部差距 可以通过加大 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支持 完善基础设施 鼓励产业转移等方式 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2023年 中西部地区GDP 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3.5% 比2019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仍然突出 需要进一步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面对逆全球化趋势 中国不应封闭自己 而应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这不仅有利于吸引外资和技术 也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参与国际竞争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 2023年 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890亿美元 虽然比2019年的1381亿美元有所增长 但增速已精明显放缓 我们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高质量外资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 中国需要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加快发展清洁能源 推动产业结构向低碳化转型 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 也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023年 中国非化石能源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 达到17.3% 比2019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这个比例仍然偏低 我们需要进一步 加大清洁能源投资 加快能源 结构调整 金融监管总局的已就换新政策 反映出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 消费疲软 投资低迷 政府财政吃紧 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短期刺激政策 就能解决这些深层子问题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面临助诸多挑战 产业结构需要优化 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 人口老龄化加速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 以就换新政策能够解决的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深入的改革 更加开放的政策 更加长远的规划 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体质机制问题 只有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 实现长期稳定增长 以就换新政策或许能带来短期的经济刺激 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如何通过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加强创新 来提升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国际竞争力 这才是解决当前经济困境的根本之道 大家是怎么看待鼓励非银行金融机构 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就换新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e 下期节目再见